好 非得忘了非得早餐 我是楊佳龍來八點二十二分零六秒 來咱們的親友朋友呢 不管在哪裡 那都跟大家呢 說說早安 呃 好 我們的我們我們 親友朋友不管在哪裡呢 就就不特別哈拉了 哦 因為今天台灣的是台風天 呃 在新竹以南的朋友們呢 就都在休息的狀狀態 但是來但是我們還是呢照表操客 今天除了我接下去呢 要要訪問張靜 好那另外九點半鐘呢 有震驚龍鳳佩 那今天今天晚上的 呃接下來我會去錄少康戰情室傍晚的時間 那晚上呢會有會在少康戰情室上上頭 好這個是呃啊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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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另外呃傍晚的時間呢會和楊宇明 叫做哎應該吧 不過因為 因為 啊台北沒有沒有沒有休休假 所以呢今天今天傍晚的這個的廣角智庫的頻道 那我和楊宇明的這個直播的單元 好也會正常播出好那一天的行蹤呢讓大家知道一下方方便呢要追追蹤我的 嗯最近沒沒意思啊都都都呃狗仔對我都沒興趣了 非非非非常非常久了大概大概覺得一天到晚看湯那 那陶宇明在便利商商店裡面進進出出的就很無聊 哈哈好啦這不說了來 呃我們我們透過呢電話連線因為張張靜呢大部分時間呢可能在高雄的時間呢比較多一點來我們透過電話連線的訪問中華戰略協會的研究員張靜 張靜您在線上 哎哎哎哎哎哎哎 好聽聽到 你好我我其實很久沒有上你的節目 外面都搖談這個你已經封殺我了 然後半年之後我總算露臉那對對對 顯然你忘記我當時我們討論過我已經被稱為資深研究員 你還講說沒有說因為您金口 所以呢你剛才啊連我忘記我我是資深研究員都沒有假的 對對對好沒有就是中華戰略協會的資深研究員 那資深兩個只有雙重海異了一個一個是真的另外一個呢年紀比較大了 好不過來呃今天呢今天訪問的張靜呢 張靜是海軍哎你在你在那些軍中過多久的時間 34年這個民國65年8月23號到民國99年6月8日 三三十幾年的時間好那您在您在您在軍中擔任過哪哪些職務 我在這個海上12年擔任過的這個驅逐艦槍暴官 這個坦克登陸艦兵器長這個驅逐艦的環潛官 以及這個兵器長還有這個坦克登陸艦的副艦長 艦長以及飛彈巡洋艦的這個副艦長 你稍等一下因為我聽到的聲音並不是很清楚啊 那我們是不是重新再連線一次OK 再重新連線因為那個電話訊號 我我覺得我覺得我的聽起來呢是不清晰的 好那那那麻麻煩呢再重新連線一下 張靜您稍微等一下好那我訪問張張靜呢當然是針對呢淺淺來的 因為前見誰因為昨天前前前天的時間啊應該說應該說的昨天的時間郭喜郭喜上了一天啊 呃一天幾乎呢上進了所有的邀請他的談話性節目連廣播啦連連網路啊等等啊十幾個節目好那上了上了這個 這麼多的節目啊呃你可以說匪炮濫色啊那甚至於點了點了就是說呢潛艦的麥臺四人幫 那這麥臺四人幫他沒有張靜啦哈那裡面馬文君然後呢甚至連李喜明的都都都都被點 李喜明是比黃曙光的更早的參謀總長 那也也是蔡英文任內啊任其最久的參謀總總長李喜明還是還是海軍的 以參謀總長的級別來講是唯一呢潛艦專科的他是海虎艦的艦長他他是海虎艦的艦長出身啊換句話說呢對於潛艦專業來講的李喜明是OK的 那郭喜的這些的這些咬咬來咬咬去的甚至於咬到了李喜明呢之前去年的熱賣的那本那本書我是沒有排訪啊我我沒有排訪的原因不是人的關係就像我沒有去邀郭 郭喜我我相信要他會他我很樂意啊就是我看到一堆人啊這個時候這兩天的時間訪問郭喜訪問的非常的興奮 不過那不是我的重點我我說就當我當當我對於對於一個人或者一件事情呢我還有疑問的時候呢我大概就就不問特別是當事人 好不過今天呢找找張進呢我們可以用一個比較橫平的角度呢看這事情來張張張進算看不到不過來我我我從從兩張的照片的看啊看起我們看兩張照照片來自這張照照片 這張照片你看得出來呃應該很很很熟悉如果看得到的看那背後呢就就是呢海昆海昆號 這張照片的相同的位置是這一次的海昆號9月28號呢所謂的所謂的下水典禮但是沒有下水本來呢在六月份的時候六月份的時候呢我們從從從就說呢照照經公司正正文龍董事長那邊 鄭文龍呢曾經放話就說九月份海昆號要沾水那他想說呢可能就是沾一下吧潑個水也可以啊沒有當天呢連水都沒沾到好那但是其實沾染了很多的政治口水啊對啊就是說現在的之後呢就是說他他幾乎快被政治口水給淹沒了好那我們看到呢這張這張的這張的照片所有曝光的照片呢跟這張照片都不太一樣就是站在呢這艘潛艦前面的人 這張照片裡面並沒有蔡英文這張照片裡面呢站在站在中中中間的那個呢大概呢大家的是認識的那是孫小雅是AIT的AIT的就是說呢住住台北的辦事處的主任那旁邊呢你看得出來就是外籍人士當天呢有大量的外籍人士包括海軍啊跟跟跟的蔡英文的照片啊黃曙光的也在照片裡面那張照片的是通稿啊大家的幾乎都有收到的因為跑 軍事的記者呢並沒有受邀到這個現場那受邀的呢都都是呢跑政治的跑黨政的跑總統府的好那從這張照片你們這張照片呢是孫小雅的和周圍的一竿的外籍的看起來呢就是就是業者或者說是顧問他們共同的合照 好張張靜雖然呢現在現在呢我是通過電話連線啊不過張靜你可以解釋一下這張照片嗎這張照片代表了什麼 這張照片其實啊最早把它揭露是AIT的網站因為啊這個孫處長孫小雅處長到哪邊的這個就是各項的行程他們都對外公開 那很快的就被啊綠媒這個就是特別是自由時報然後呢也有刊登而且下面特別啊 啊加注是啊源自AIT的網站嗯那這裡頭之中啊就是揭露之中啊就是揭露之中就引起了很多的人士啊多方的打探 呃其實這也是啊相當遺憾的事情因為美國到現在為止並沒有針對我們啊支援或者支持或者出售我們啊這個 這個IPS這個案子潛艦國造案啊提供任何裝備啊啊經由美國國防部的這個這個就是啊安全合作署 BBSDA Defense Security Cooperation Agency 他去啊這個證實過任何軍售或商售的就是這個訊息 那我們其實知道假如說這些人能夠啊真正是業者而且或者技術人員或技術顧問能夠露面的話那 我們只能說這是死地無因三百兩嗯那假如沒有啊輸出許可他就不敢啊這麼高調的跟那AIT的處長啊去這邊啊合照 那美國呢假如你要查閱到底這些裝備因為沒有輸出許可這是違法那個以前那個Oliver Norris啊他可能秘密軍售伊朗然後鬧出軒然大波 而且這個美國國會這個會直接會法辦這些人的這會吃官司的所以我們可以基本上確認我們確實獲得某種輸出許可 但是輸出許可呢各個國家處理的方式啊其實都不一樣我想前一段日子有這個報道就是路透社 然後揭露了就是英國有公佈對於我們潛艦裝備或潛艦技術的輸出許可所以呢但是呢也很吊詭了在這次所請的外賓之中我們有請到美國的這個孫小雅 還有呢這個韓國啊就是這個代表李英高博士也親自出席了日本的副代表也出席了所以呢從外籍人的這個出席的狀況呢你大概也可以要揣摩出來哪些國家對於我們 我們提供助力或者提供某些技術的資源但是很吊詭的是英國的代表完全沒有出席而且沒有現身也沒有列明在總統府的網站上 也沒有參加核道而且呢英國的輸出許可到現在為止沒有證實過直布羅陀那個這個引起啊這個各方爭議的那個基爾公司他們曾經開出過任何的輸出許可 嗯這就是讓人家感覺最吊詭之處但是呢各位這個觀眾朋友假如真正關心這個事情的話美國的輸出許可啊跟美國公開宣布的軍售的啊這個學新的軍售的這個案啊這個其實是有一點的差距 因為你要查閱輸出許可貴的方便業者以及各國政府在美國國防部的啊有一個網站叫做啊Defense Technology Security Administration就是這個國防科技安全管理署 這個裡頭下面有一個專門的網站叫ElisaElisa的英文名詞叫做Expo Licensed Status Advisor也就是你可以啊把這個這個軍售案或者商售案的暗號啊它有一個那一個編碼 你把它打進去它就會列出來總共有哪些輸出許可哪些是這個就是屬於啊這個軍事裝備的輸出許可哪些是軍民兩用的輸出許可 因為這兩者是不太一樣的因為有的是商務不管有的是國務院把關但是由因為今天這個孫小雅是代表國務院的體系那他又跟這些被大家這個指稱為這可能是相關的業者造了這麼一張相 那我們就覺得這個相當的這個覺得很怪異啊對不對 就是說你美國既然就是擺出這個姿態此地無雲三百兩而且就是這麼樣高調的等於間接的真實 那我就想起了這個就是英國人啊處理這些問題啊英國有個這個電影叫做Yes Minister 他裡頭有一句很這個很著名的話就是說I can hardly comment on that 我對這個實在是難以啊這個評論啊做任何評論 所以你有發現英國人處理這些問題英國的這個代表就迴避啊現身 換言之也就是說這個今天就去支持IPS這個基本上來講有它政治的敏感度也有政治的敏感性 我想大家只要稍微啊注意到現在啊華盛頓跟北京的關係的發展 而且拜登希望就是在APEC的這個能夠跟習近平見面 我認為這些啊消息的管控這個可能有它不得不為的這個困難跟難處 那同樣另外一個來角度來看呢就是說這個醜席部終究是要見公婆 所以呢這個基本上來講這些輸出許可或者這些直接無論經由三個 或者軍購啊這些啊去這個就是整個啊去購買裝備系統如何如何 終有一天一定要這個天日 所以呢我也必須啊要在這邊啊特別推崇一下 這個也是我的學長黎晴明將軍啊 他在面對人家對他無端指控把他的列為麥太集團的時候 他啊氣定神閒顯露出大將之風 說這個事情終究有一天會深向大海水落石出 所以我就覺得啊 與其啊這個像個小丑一樣 跳上跳下去啊這個敲打任何別人 然後啊就跟啊這個Rambo啊 電影那個Rambo滴滴血一樣 這個拿出一個M60的機槍一樣 從學長打到學弟從啊立委啊打到啊媒體 因為啊事實上被這個郭喜這位學長啊 其實也很痛心啊 他啊這個就是說指控的 還有這個紅姓記者 蕭姓記者 呂姓記者 當然也包括我啊 對不對 這只要誰任何一個人看來是擋著他的台路 他就開始開疆 所以我在想啊今天啊這樣子就是說 我們這個能夠把這個海軍上上下下 學長學弟罵騙的 他到底啊 這個我想大家觀眾可以會有一個評論 好我問一下張靖 就是你剛剛前面的這一段 你在告訴我們就是說 這艘海坤號他本身 美國對於提供海坤號的紅色裝備的部分 還有還有懸念嗎 我想今天是這樣講 因為啊事實上邱國正部長已經要確認獲得紅區裝備 但是他沒有提供來源國 但是呢就是公佈的時機 因為他必然要接受法律的約束 對外的軍售或者軍員 他有啊這個就是一定的法律約束 但是呢他也有啊這個講過說 這裡頭試射機密不對外講 我們回顧一下 拜登總統給了3.45億的軍員 那裡頭的項目 他就直接了當 試射機密不對外公開 可是這裡頭啊牽涉到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輸出管制是一個恐怖型 恐怖平衡 假如美國對這個事情啊 能夠啊就是一切都把它掩蓋下來 那將來有一天 萬一俄羅斯或者這個就是中國大陸 對古巴提供飛彈 他也可以講試射機密啊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輸出管制保持透明啊 基本上來講也是保障啊 就是購買者那個就是說能夠獲得保障 所以美國今天啊一直不公布這個是否對我們真正的輸出 這個說清楚講名牌打開天章 多亮話 我覺得這個對我們的保障也是這個不太明確的 所以我就講呢就是英國呢 是啊保持低調 但是將所有的資訊啊公布出來輸出許可 開大門走大陸 所以每個國家去處理這些問題的方式跟泰國都不太一樣 那另外一個呢 對於大家外面謠傳說 因為好像提供什麼資料啊 給這個就是韓國韓國跟我們關係搞壞了 你從啊這個韓國代表李英高這個博士啊 他能夠出席而且直接站在追小雅旁邊 對我想這個謠言也就不公自破 我們今天啊這個一直指控好像我們給這個就是 叫做這個提供了什麼資料 立法委提供了什麼資料 然後給韓國然後到誰被抓 但是從指控的人從頭沒有告訴我們 是誰誰誰是金一塊 這個就是王一塊李一塊對不對 你總是要講出名字到底誰為什麼被抓 然後起訴的理由要講清楚 你在那邊編造 我覺得我們要到韓國那邊去看到人家的起訴書 跟判刑書你才能確認到底他是為什麼 對不對 我們只問一件事嘛 今天首爾會不會因為他對於我 這個就是獲得了我們中華民國的機密 而去判韓國他自己啊 自己有韓國公民的這個信 必然他是違反韓國的輸出管制的問題嘛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只是覺得大家 這個因為這個案子出來出來好多神話跟笑話 你知道說這個這個不孝軍火廠商 要將這個就是這個基地送到中共大使館 我們在這種資訊時代是哪一個蠢蛋啊 還會不用email或者網路在傳東西 還要千里迢迢飛到其他國家 然後送到這個人家的這個大使館 而且我再講一句實話 這個真是啊 跌腳的間諜片 大使館是人家反情報單位啊 一天到晚監控的地方 人家真要交什麼情報 交到這個對岸的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手裡 要約也是約在啊其他地方 咖啡館高爾夫球場對不對 這個各種荒郊野地 確定旁邊沒有人跟監 然後再就要交付資料嘛對不對 在我們線上呢 是中華戰略學會的資金營救援 張靜爾人在南部啊 現在在放假的時間 那現在三千位的觀眾呢 在我們的直播平台上面 好張靜爾我們簡單的 簡單的把一些基本資訊呢 要讓我們的聽眾觀眾朋友多了解一點 所謂的紅區裝備包括哪一些 我覺得紅區裝備啊 它的這個 因為一直人家認為是獲得的困難度 我重新啊為各位啊解釋清楚 因為當初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們的公務部門對外解說的那個 那個定義啊 根本是不合學理 一個裝備可以用在水面件上 也可以用在啊這個淺件上的東西 是綠區裝備 因為你買的時候 你不知道它是什麼對不對 你也不因為這樣 你就卡住它 假如一個裝備上來之後 要經過修改才能用在淺件上 它平常是用在水面或者火車 汽車任何一個工業設備 那個叫黃區裝備 因為有它的敏感度跟風險 假如這個東西只能用在淺件上 就叫做紅區裝備 因為你買這個東西 就是擺明了你要造淺件嘛 所以紅區裝備是只能用在這個淺件上的 而不是說獲得的困難度 獲得的困難度你跟它交情好 你什麼玩意都買得到啊 像英國跟美國對不對 連那個三叉體啊 導彈都可以啊都可以買到 但是彈頭跟呢裡頭的核原料 那個就是物理包要必須是英國自己的開產 所以不是以獲得的困難度 而是它的適用範圍而定 所以呢像那些某些潛望劑 或者說這個這個潛艦用的聲啊 那必然是紅區裝備 但是有很多輪跡裝備 甚至啊有些排水系統 專門只能裝在潛艦上 因為這個就是相關的水面艦 或者陸地上的設備交通工具 用不著這個東西 那些全都是紅區裝備 好這艘艦呢9月28號 為什麼沒有下水 但就要辦這個典禮 我對不起這個你要去問這個 叫做台山國際 但是呢我覺得最吊詭的一件事情 這個是海軍的大事 你仔細看看那天露臉的 有沒有我們海軍啊 這個豎起的這個提速 跟這個就是這個前輩的長官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 這個發請貼應該是海軍來發 怎麼會是台船國際來發 對不對 今天啊我們任何一個軍艦下水 大家可以全部去找找看 到底是誰在發體驗 而且為什麼有些我們前面的老將 願意出席 這個我覺得差別是很大 所以他有沒有下水 我想啊這個 基本上有些啊這個教授 或者這個有些人都已經寫過了 Christian命名對不對 或者說是啊去持平是一個字 Launching是一個字 他今天呢他發了一個請貼上面寫 命名的去下水 但是沒有下水這個就是程序 怎麼樣都是講不過去 所以到了最後變了 然後事前呢主席室的主持人 出來噴了一些政治口水 那搞到現在啊我要現在要講一句話 我要敬您呢這個就是這個節目要講一句話 我在這邊要像我們所有現在還在服役的海軍跑著 就是這邊要幫你們打氣 我相信你們都很努力認真 我也相信啊海軍一定非常認真的希望把這個事情辦好 我也很痛心啊我們這些學長啊不孝出來啊 炒成一團讓你們啊的名譽啊受到影響跟衝擊 甚至影響到你們情緒 我希望你們認真的努力的把這個事情做好 我要跟各位啊這個講一句非常痛心的話 歷來之中啊海軍啊構建產生啊弊端之後 那個產生的後果是不堪設想 1913年啊日本啊這個當時在當首相啊就是三本拳兵衛 他因為射擊啊金剛艦啊這個就是造艦的西門子啊那個醜聞 就是Vicker幫那個造金剛艦電氣系統啊是西門子 最後搞到內閣總辭 但是日本陸軍啊從那以後就在政治上壓過日本海軍 我們海軍啊這個歷代啊好幾次造艦的這個醜聞 我們實在在聽不起這個醜聞的打擊 所以我們今天啊有一個學長出來跟Rambo一樣到處啊 這個發子彈 我要向我們海軍袍子啊在那邊講 我們這些啊當學長的啊幹這種事啊 實在是對不起你們 我知道你們一定很認真 因為將來上潛艦呢拼性命呢 在啊戰場上要搏身子 都是我們的學弟啊都是我們的袍子 都是我們的士官都是我們的士兵啊 對不對這都是跟我們的同舟共濟的 我們今天看到啊誰表現出來 只有眼中看到前面有同舟共濟的精神 我在這邊一定要為我們海軍袍子打氣 好我我我另外一個問題呢是這兩天 我我盡量不去談 因為弊案裡面有很多的陰謀論啦 這些的口水啦郭喜如何啦 黃曙光有沒有什麼特別系統 黃曙光跟跟李啟明之間的心結跟矛盾 這個呢反正在在就在軍軍事圈子裡面 已經吵了很多很多很多年了 這個呢就放著 那但是我比較專注在就是說呢 這艘這艘潛艦本身啊不管是 不管是技術層面或者是戰術層面 我們剛講的就技術層面的部分來來看的 因為因為這個的這個命名沒有下水的典禮 那潛潛水艇變成不潛水艇這件事情 當然他會引起很多的揣測 但是因為呢孫小雅呢又在現場 但是呢事前呢我本身呢所得到的一些訊息啦 我說我做夢夢到的 美方的對於九月呢要辦了這個呢所謂的潛艦的命名下水典禮 美方是有意見的 好當這件事的美美方不會的出來回應呢 唐唐相當的夢的到底準或者是不準 但是另外問題就是說 當這艘的潛艦成為話題了之後呢 這幾這兩天的時間 我們看到許多呢在在談論呢 海坤號或者呢海坤號的幾艘艦如果完成了之後 到底對於台海兩岸之間的軍事平衡或者說呢 在台海如果發生軍事衝突能夠達到怎麼樣的軍事嚇阻 談的我我覺得已經超過我的能力範範圍了 包括海峽的封鎖啦等等如何如何 你怎麼看就是說呢潛艦對未來台灣海軍戰力的影響 我想啊對於啊第一我非常反對啊 我們這個這個造電計劃的主持人啊 對媒體啊去放話說未來在哪邊啊去啊 這個就是這個部署兩艘在哪邊又部署兩艘 就惹出來啊這個就是一個陸軍的飛翼少將在那噴口水 結果呢又被我們一個飛翼的海軍少校呢 回去又噴了他滿臉口水 我覺得這些啊都是不對的 因為啊我們的作戰 你講的這三個人是黃樹光 于北成跟我的好朋友小小艦長三個人 不是我要講一句話 就是說第一我們做了這麼多年保密教育 大家去看看這個就是國家經濟保護法施行性責啊 這個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 關於軍事哪些是不能講 哪些兵力部署作戰構想 作戰計劃哪些東西是不能講 這上面列的清清楚楚嘛 我退伍了13年隨時都可以想到這些條文 你們今天對著那個媒體啊去那邊講 那邊擺幾招那邊擺幾招 然後又講安全我忙到要這樣又這樣子 最後打的啊這個空中啊這個口水亂 所以我認為這是非常非常不道德的 我問你嘛 現在海軍的跑者知道你們這些大嘴巴 都已經把這些我們的這個底牌掀給別人看 人家將來要不要到海上去賓一名 對不對嘛 所以我認為今天我們很理想的 就是說很學理的方面去切入看 這個潛艦到底能做什麼用 我可以先跟各位講 第一從二次大戰結束之後 你知道所有的潛艦作戰沒有打過商船 所以去封鎖商船 船運啊是胡說八道啊 兩個距離的戰力 70年代印巴戰爭 集成的都是對方的軍艦 最有名的讓大家感到震撼 是1982年福克蘭海戰 這個General Belgrano 被這個就是英國的潛艦 集成造成的震撼效果 從二次大戰 有誰聽過哪個商船被潛艦集成 答案是沒有 第二我們所有的潛艦造出來 大家絕對不會去封鎖人家商船 或者去對著人家非軍事的目標 大家只要回頭去細想一個事情 因為你隨便要去集成人家商船 或者目標 1915年5月7號 這個HRMS 路西塔尼亞 就是皇家遊人路西塔尼亞 被這個就是愛爾蘭外海被集成 跟家葬後面的Dimmermann電報 造成美國參加了歐戰 當時其實死了1100多人 美國的乘客只有100 大概90幾還150幾 詳細數目我記不得 但是在美國引起的那個民情震撼 這非常之高 假如我們今天造了潛艦 不是專門針對 就是說軍事目標 而是對人家的商船 然後或者說任何的郵輪 去造成那個傷害 那個這個就是 那不是我們可承受之重 我們中華民國海軍 其實是很凶悍的 就算當時我們國共內戰 這個就是打敗了 我們也曾經關閉過 這個就是大陸沿海的海岸 我們抓過這個蘇聯的這個商船 我也沒抽過 我們也炮擊過英國的貨船 甚至英國要因此跟我們開戰 可是我們今天這個為了國家 當年的我們海軍前輩 不是好惹的 我們現在也不會差 所以呢這個 但是我們不會去亂對其他的目標 所以必然是針對這個人家誰來犯我 以及對他的軍事目標 至於我認為這個對媒體放話說 是跟美國哪一個人去講了一個 說我幫你看後門 人家都已經到達你的這個後院 前院這個什麼如何 對不起啊 這個美國人這個 無論你是見到國務院 或國防部的這些 我就是高階官員 人家的戰略觀還要你來教他 你能夠說服他 然後他就提供我們要顯見的科技 而且你去跟美國這些軍事交流的內容 你怎麼能接觸於媒體嘛 所以我就覺得我們今天這個潛艦 國造案充分的曝露出來 各種外行跟這種三角包的水準 那個國家機密保護法 施行信課有特別講 對於軍事交流的內容要特別保密 可是講話的如果是黃曙光 他是他對媒體講話 而且特別對綠營媒體講話 那個是特別安排好 針對特定的特定的綠色媒體 自由時報中央社 沒有說綠色媒體是法外之明 因為他所有去跟人家交談的紀錄 要回來然後要報導國防部 要核定為機密 假如要對媒體去透露 他必須要能夠辦 他必須要辦解密程序 所以如果前幾天講 他講說有這個就是軍火商 這樣東西要提供給中共大使館 我有講過四種可能嘛 對不對 這裡頭之中有三項要提格 就是辦解密的程序 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說你所說的 這是機密是洩密的問題 那洩密的是黃曙光啊 那就問黃曙光啊 因為後面所有人談論的資料 或者談論的一些人的立場觀點 都是循著黃曙光 接受媒體的訪談內容啊 那為什麼沒有人去追究黃胡啊 黃曙光呢 你要點名的是黃曙光啊 對不起我們現在啊 這個什麼東西啊 請看看啊 國家機密保護法第五條 我們現在連這個 什麼個論文都可以啊 這個把它加密三十年 嗯 那上面有特別講 對於不法的事項 不名譽的事項 等等或掩蓋啊 這個就公平競爭的事項 等等等等等等 對不對 然後都不可以核定為機密 嗯 所以啊今天我們啊 真正的問題啊 是無法無天者啊 在執政 然後利用這些啊 就是啊東西拿出來打擊人家 所以政治口水才會滿天飛 完全不合法 嗯 我們今天啊 這個為什麼我們今天在外面啊 這很多的外交東西啊 玩玩玩玩玩到啊 這麼難看 你知道就是因為你跟人家去交談的內容 你還把它揭露出來 然後讓人家感覺你在教育美國人 我問你 你今天是美國政府 你能不能吞得下這口氣嗎 好我問你啊 那在為什麼 為什麼海軍的重要的採購 從尹清風命案時代 那是李登輝的時代 到現在已經蔡英文都已經快要快要快要快 任期快結束了 到蔡英文的尾巴 這中間呢都會有郭喜 為什麼都是同一群人呢 為什麼 對不起 這我不知道 你得問啊主事 這個主機室的人 你知道 對不起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參與過這件事 那你你覺得 你覺得 你覺得 你覺得GL這家公司 直布羅頭公司 以你們做海軍的 直布羅頭這家公司 有沒有問題 哎呀 我們學長啊 都已經啊 在那個各種的網路之中 而且啊公公開開 把所有資料 還有那個東西啊 寫得再清楚不過 這個這個馬文君啊 立委接獲人家啊 爆料檢舉之後 為了慎重起見 移送檢調單位 你知道 當時台船國際啊 還特別講 請你把這個東西啊 這個移送檢調單位 這個馬文君呢 這個委員也把他 也在那個公開的回覆 說他拿出公文 1月11號 就已經送給國家安全局 這個調查局 國防部啊 以及啊這個相關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送給韓國人 因為韓國人在那邊 被人家這個 在錄音帶裡頭 被人家罵是詐騙集團 然後跟人家講 我們一起合夥如何如何 我現在問你嘛 接到一個錄音帶 說是人家要 譬如說 一個德國人 跟那個哪一個 跟我們這個中部哪個市長講 我們秘密簽個約 然後我們來搞一個 封電的假合約 什麼東西 你會不會送給德國 那個就是代表處說 你查查看你這個德國公司 是真是假嗎 當然會啊 對嘛 所以當初為什麼那個簽約沒有停 就是有人送到德國 請你查一下 這公司到底可靠不可靠 一查出來 立刻那個簽約就完了嘛 所以今天 這個就是說 他要把資料送給韓國 就跟當初那個封電案 之前去送給德國人 去讓他去查 到底這個公司存不存在 是同樣的道理嘛 對不對 我現在問你嘛 今天我們要是找到 說有一個日本公商社 說要來 提供我們什麼什麼什麼東西 你是不是要去問日本代表處 這個商社是不是在你們 有沒有什麼信譽 這些人所講的這些東西 他到底有任何問題 對不對 這是最基本的嘛 好 因為呢 因為時間的關係 跟張靜只能聊這地方 感謝張靜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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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